腾讯体育11月11日炫在2018赛季亚冠决赛次回合的对决中,伊朗近吕波斯玻璃四回的主场面对预备球队路倒路脚,首回合路倒主场而比林取胜占据先机,次回合的对决,最终双方0比0互交换。 白卷,路倒总比分2比0取胜对史上首次夺的亚冠冠军,路倒夺冠后,日本球队连续两个赛季问鼎,东亚球队更是连续七年统治亚冠,波斯玻璃四和路倒路脚均是首次打入亚冠冠,在首回合取得2比0领先的情况下,路倒占据了夺冠的先手优势,不过本赛季的亚冠,波斯玻璃四在主场保持不败, 取得了5胜1平的成绩,但路倒最近4个亚冠客场,也仅仅在8分之1决赛,次回合1比2不敌上岗,东亚球队此前连续6个赛季称霸亚冠,新亚球队上一次夺冠,还要追溯到2011赛季,开场仅2分钟,总比分0比2落后的波斯玻璃四就展开猛攻, 阿里普尔带球杀到路倒禁区前沿,随即便是一脚重炮轰门,仅仅是烧射偏离目标。 第13分钟,林木幽摩左路拿球到三角船中送到后点,土聚胜真卸球调整一步,随后的抽射偏出院端立柱。 第27分钟,波斯玻璃四左路断球发动反扑,门沙拿球晃倒了西大屋,随后弧性球船中送到门前,但阿里普尔的投球功能未能顶上力量,被路倒门架成唇台轻松将球没收。 第37分钟,路倒路脚利用战术脚球形成威胁,劈球掉入禁区,后,土聚胜真跟上的一脚疗射未能领重目标。 第38分钟,巴沙尔雷方进区前沿带球,面对三名路倒球员的包夹,巴沙尔雷方杀出一条血路,获得扫角度射门的机会,但被拳传太轻松将球没收。 第42分钟,努罗拉西进区前沿的球,稍微调整便是一脚暴射,但角度太正为拳传太双拳将球击出,随后克马蒂的不射又被路倒后卫封堵,上半场比赛。 双方都未能制造出太多的威胁,以0比0进入下半场较量。 第49分钟,路倒禁区前沿直塞,但林木幽魔未能和队友形成默契,被贝兰万德出击倒地将球没收。 第63分钟,波斯伯利斯右路传中,路倒后卫解围,直接将球交给了禁区湖内的阿里普尔。 阿里普尔顺势一脚暴射,但皮球擦着力柱偏出。 第73分钟,林木幽魔回房,中将慕斯利赫在进区内撞倒,但助才拒绝叛大点球。 而下半场的前半个小时,双方在场上都显得比较沉稳,没有太多绝对的得分良机。 第78分钟,巴沙尔雷桑又露传中,阿里普尔后派插上,离安正胜炫头球攻门,但少少高出衡量。 这是比赛开始后,波斯伯利斯获得的最好机会。 第86分钟,正胜炫进区前沿犯规,送给波斯伯利斯为止极价的任意球机会。 巴沙尔雷桑操刀主罚,皮球打在人墙上高高弹起最下球门。 全纯态不敢贷骂,单线将球接触底线。 随后波斯伯利斯开出的角球未能行,成威胁。 第88分钟,波斯伯利斯的角球送到门前,在被陆导后卫抢到第一点几围道禁区前沿。 鲁罗拉西的球后调整一步暴射,但再次偏出目标。 这波狂攻之后,波斯伯利斯未能继续压制陆导,最终只能接受0比0的白券。 一种比分0比2落败无缘冠军,陆导则是史上首次登顶亚洲之巅。 波斯伯利斯出场阵容。 1.贝兰万德。 3.哈里扎德。 4.侯赛尼。 15.安法里。 69.穆斯利赫。 11.卡尼亚比尼亚。 21.赫马。 第64分钟。 18.拉比哈赫。 8.诺罗拉西。 90.加黄台。 5.巴沙尔雷桑。 70.阿里扑尔。 90.门沙路岛路角出场阵容。 一拳纯泰。 石油沙本修斗。 3.长资源。 35.正升学院。 22.西道武。 30.安布玉奎。 第90.加本中14。 金森建制。 斯莱奥席尔瓦。 43.黄牌。 23.干街斗。 8.土聚圣珍第67分。 中32.安西信会。 9.黄牧幽摩第81分钟。 叶涌牧亮菜。 18.塞尔吉尼奥扎库米。